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星火飞腾》 每天打开报纸 我们都会见到很多罪案的发生 中国人有句话 一失足成千古恨 就是说 我们往往因为一念之差 才会注成大错 好像我们今集的嘉宾Brian 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位好好先生 拥有大好前途 可惜一场金融风暴 令他欠下巨债 为了遮措 他竟然偽造文件 亏空公款 跟着还要潜逃内地 想着以后都不再回来 究竟事情发展下来 会如何收货呢 卖楼、卖车 跟人们借钱 甚至财务公司 最差连大宇宫都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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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做的时候 我还记得那个银码 大概是五万元左右 因为我需要 计划外面的债行 那我就动用了客户 把公司的钱放在公司 我知道不对 但我又觉得 我处理得到 把心一环 做之前的几宫 忽然做多一两宗大宇宫 移动了大概二百多万 然后斩了外面 等一等数 那我就离开了香港了 在香港 很多人对成功的定义 都离不开事业和财富 就算至少在教会成长的Brian 也不例外 当他在律师楼 由信差进升为负责楼宇买卖的助手 他发现自己已经踏上成功之路 最初都是想打工而已 有几千元的薪金 比旧公司多了 那就挺好 做了一个星期 又很突然 就是老板会 即是我进房子和我说 如果你有自己的生意 你可以带回公司 公司会计划给你 当时老板和我说的 那个负责率 我听了也有点想云的感觉 因为有50% 即是一个月 只要我有一宗生意 自己带回来 就已经比我成功多了 开始去联络一下 经朋友介绍 或者珍惜介绍 联络一下地产代理 希望他们会有些生意 可以介绍过来 开始就真的由打工 开始做自己的生意 我还记得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一年 老板有一天都跟我说 他说那时候请你回来 就打算找你帮我做事 但现在你好像做自己的事 都做不上 二十岁就赚到第一桶金 Brian给很多同龄的朋友 都要富有 九三年楼市高峰期 他甚至开始蝕足各式的投资 看见客户真的可能是签了合约 都未成交 可能两三个星期后 他卖出去 转卖出去 已经赚十几万 甚至有些几十万 对我来说 也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吸引 就是我觉得 为何他们做到 我做不到 我现在又不是没有钱 那我又开始参与一些 例如拆卖股票 或者甚至是外汇一点的margin 学一下晚上看市 美国市、伦敦市 会留到很晚 可能甚至凌晨、晚三点 收市才回家 短短的两三年间 会有楼、有车 有一个稳定的女朋友 亦都想过 计划过去结婚 当时的心态 就是觉得很好 就是每个人都找到 高峰时都有四五百万的资产 二十几岁 已经拥有不少的东西 但是在教会生活方面 就觉得好像另一面 不想看着神 就是说你不用看着我了 我不会 我没有空理你了 那大英姐妹 或者教会的牧者 会关心我 有时会打给我或约我 我都很多时候 觉得我没有空 我没有空拍照你们 很久不见 年少得志 Brian全程投入金钱世界的追逐 直至九七金融风暴 手上的资产一瞬间化为乌有 还欠下二百万的债项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赢输 我认为这个世界很选择 有人有输 我有眼光的 最终都会赢回来 我会继续想方法 去筹责 转一些钱出来再投资 卖楼、卖车 然后再追到 再跟银行借钱 甚至财务公司 最差连第二孔都借我 开始有人上来追债 我也没有面对 所以我没有做律师的工作 然后躲起床 去了一间油站 通宵间入邮 下午三点多 上班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 其他时间就会在公园 或是在图书馆 睡觉 睡醒后就去西洛运动场 洗澡 然后就上班 以前我是 无论身边的朋友 同学、亲戚、家人都觉得很好 一切都不错 真的很好 做要所说很好 但今天我欠债到自己都没有面对 我要躲起来 好像一坨泥 连女友都提出分手 Brian伤心过后 决定重新振作 结束一年的备债生活 他从返律师楼 打算一边工作一边还债 当时抱着的心态 就是打一份工作就算了 但当一切稳定一点的时候 旧我又开始再回来 我觉得没有理由 应该有颜角 我可以再试 开始有一个情况 就是我找不到钱 因为借了 原来没有能力找 所以我开始去到一个情况 就是因着公司的信任 就动用了公司客户一些的钱 就想着先盖住 转出来的时候都很害怕的 又怕这个check 那个check 但是那时就捧着 可以了 我做得完美一点 没有人会留意的了 做一些假的文件 就去隐瞞了这个会计部 他又肯开张表出来 就传说了过去 一路做了我 也有七百次 牵涉到人马 由最初的五万元 牵涉到都已经是 几十万了 那情况其实是越来越暗烈 我自己就越来越害怕 但是 我知道 如果我不做 就立即 不这样做下去 就立即爆 立即爆的话 我就会立即要坐牢 盔空供款的雪球越滚越大 当接近爆煲边缘 Brian把心一横 动用客户的二百万资金 来清还所有债务 带着几十万现金潜逃上海 上去都害怕的 因为始终自己犯了事 又不知道这些记录 什么时候会上去 甚至我拿港币换人民币 我都不会 例如我在上海住 我就不会在上海会 基本上 我会宁愿搭一万的火车 去北京会 我一直都不敢打电话回家 我所认识 应该 当事村了的时候 警察会工作 各方面 可能家里的电话 已经被勾线 等等 我是不敢打电话回家 所以 家里的情况 唯有 真的靠身边一些朋友 就尝试帮我问 在北京我第一次打电话给Cary 当时我真的一五一十的 将所有的事都告诉她 我就在教会里认识 Gryan 那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定情 很好谈 很容易相处 他说回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 会觉得很愕然 因为我想 在平时的接触 从来没有想像过 他会做这些事情 不过有好似之前的认识 告诉我 其实他应该是一个好因 一份坦誠和信任 令他们在这个非常时期 展开双隔两地的戀情 在上海这一年 Brian再次踏足当地教会 良知也慢慢被换成 想回自己过往 做错 不断不断重复犯错的时候 很内疚 我记得有一晚看《圣经》 重温自己 由小到大成长 发教会工作 以至到 找到钱 然后很疯狂地去投资 负债 逃避 然后再犯的事 自己所做的就是做得很错 这个不单止犯了地上的法例 更加是伤害了 令到身边很多的家人 我的朋友 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很失望 当神告诉我要面对的时候 我就做了个决定 我要回香港面对 虽然我知道将会面对被囚 但我觉得这是神告诉我 最对的决定的时候 我就要去做 我觉得当决定了神给那种平安就很不同 垠平安看看 那需要转地 因为欣赏地区 正在鹰路上 陈一银河 正在彭安 跟陈一银河 增加区 更加是一个 目睁都很加紧的 那些拳 當我浪費了一個雜貓的時候 那時覺得好像拍戲一樣 就是在鐵籠裡面 就已經開始很不開心 就是覺得這些日子 我應該怎樣過呢 加上當時我真的沒有胃口 雖然我知道我餓了 我就開始想不吃那碟飯 但是隔壁那個囚友就跟我說 你不要不吃啊 你不吃就讓老師看到 有時間罵你啊 那一刻我就明白到什麼叫失去自由 之前覺得失去自由很空泛 是一個概念 但原來我選擇吃和不吃的自由 都好像被剝奪了 拿著一隻羹 含著跑眼淚 吃第一口飯 那一刻我覺得很難過很難受 就是我很後悔之前 就是為什麼要做這麼多事情 但是我也很清楚 就是實在告訴我我要面對 經過審訊 Brian因為導師和偽造文件 共13項罪名 被判監三年 在獄中 他由最初無法觸摸 到終於找到自己的角色 新面孔會問你 不是問你什麼名字 是問你犯了什麼事 壞事 你說完之後 他有興趣繼續追問你壞事 我記得其中有一次就是 有一個應該是國內的同胞 他就很有興趣地問 然後就覺得 哇 你是大茶飯來的 那下次我們出去再聯絡 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犯錯了進來都不覺得有什麼錯 還想出去之後再做大一點 或者要再做小心一點 但是他不會想著不做 既然我做錯了事 神都容許我來到這個地方 我覺得傳福音 其實哪裏都可以傳的 我想當親近神業多的時候 神要給多能力和愛 去關心他們 去跟他們分享 可以祝福了很多人 當中有很多人 對耶穌有認識 原來有很多人是未聽過 有些是知不知道的 在裡面就是 今天跟你談不上不要緊 那就明天 總之一天你還沒離開 我都會有機會跟他們分享 還有看到他們生命有不同 由於行為良好 Brian獲准以最早刑期出獄 在04年7月24日 結束兩年的鐵槍生涯 重頭社會 他便得比以前踏實 臨出來前的所緣 經常都說不要看著頭 我想這個是情教室裡面 每一個人都會覺得 這個是慣例 但當然我一直走出來的時候 我都會告訴自己 我不會再 即是不會再犯錯 我不會再進來 不是因為我看著頭 因為我知道我要靠著神 黏著神去過我的下半層 最初判刑的時候 其實律師公會都出了 所以說我應該是二十年之內 香港律師樓運會 不可以請我 找工作的資料 我看到一些 可能只是四年 五年經驗 都已經是 可能是18K或者20K的人工 但我自己是有 超過十幾年的經驗 但我找不到 我不可以找 因為我做錯 但無論怎樣都好 我很深信 神有保守 以前我想 賺到錢的時候 如果有一天 我發覺錢包不夠二千元 很無安全感 怎麼可以 都不夠用的 會有這樣的感覺 但今天經歷了 神告訴我 很不同 今天我甚至不招 可能只有幾十元 我都覺得可以 平安是很不同的 好粉絲當勁 把手抖 吃光了 經過兩年來書信來往 和每月探訪 Brian和Carrie這段情 終於在2005年開花結果 歷盡風雨 今天成功對Brian來說 就是有勇氣去面對自己 我的老婆,我愛你 有句說話叫 一人做事一人當 但其實 我自己的經歷就是 原來我發覺 當我自己願意去當的時候 其實不單止我一個人去當 是我身邊的親人 我的家人 和所愛我的人 原來都是跟我一起去擔當 在鼎姊妹面前 去講他自己所犯過的錯 然後在裡面那種後悔 在神裡面怎樣再去回轉 我想要在一個公開的場合裡 要這樣去撩起自己那些不好 我想是一個不容易 不過我欣賞他那種的坦白 和那種的真誠 身邊的人的接納和支持 就讓我覺得 我過得很心安理得 看來真的好像 沒有啦,四十歲了 你還可以做什麼呢 但是我覺得在神裡面看又很不同 我上半場打得不同 我打得很差 但是上半場一來我自己做 我自己要做領隊 接下來的下半場 我都會參與 繼續下場踢 不過我已經不是領隊 或者我已經不是教練 我想我的領隊和教練 就是我的耶穌基督 我相信他會放在我 最適合的位置 我相信我接下來的下半場 會踢得很好 也會很精彩 整天聽人說 做人但求心安理得 我想Brian經過這件事之後 比很多人更加明白這個道理 正如聖經說 掩藏的事會有不顯出來的 願意自首 就是他能夠從黑暗當中 走到光明的關鍵 當初Brian虧空公款 雖然即時解決了手上的債務問題 不過內心不安心 就帶給他更大的折磨 他明白到原來要對得住良心 要有真正的平安 並不是單單關乎錢的問題 無論過去怎樣都好 聖經教我們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鳥 當Brian願意承擔自己的過錯 他不但經歷到耶穌的慈愛和公義 從獲自由得到家人和太太的支持 更加是一種無比的福氣 或者你沒有做過犯法的事 但如果你都希望像Brian那樣 在耶穌的身上 學到做人的真理 擁有內心的平安 你現在都可以跟著我和耶穌這樣說 親愛耶穌 我都承認我曾經是犯過錯 我得罪過人 傷害過人 所以我現在打開我的心 請你進入來做我生命的救主 讓我有機會重新做人 賜給我有勇氣去改過 多謝你愛我主耶穌 有人說聆聽是最好的安慰 我們很希望透過CBN熱線 給你即時的鼓勵 如果你有任何心事想傾訴 歡迎你馬上打來CBN熱線 3188-3803 我們會內心聆聽你和解答你的問題 同時我們也準備了 有普通話對白的 《星火飛騰》第三輯VCD 送給剛才有跟我們開口 和耶穌聊天的朋友 希望你馬上打電話來 和我們分享你的喜悅 除此之外 我們是很願意繼續為你向耶穌討告 給你信仰上的支持 你可以將討告的需要打電話來 或者是按上我們的網站 告訴我們 中國內地的朋友 同時可以用手機短訊和我們聯絡 號碼是131-438-95508 提提大家今晚深夜1時9 還有CBN的音樂節目 一擊音樂 神啊求你為我做清潔的心 希望裡面重生有正直的靈 好,謝謝你 好,謝謝你